今次我們來到國父孫中山的故居 就在徐坑村 這個紀念館是國家5A級旅遊景區 從外觀可以看到非常乾淨 門票是免費的 這一棟就是孫中山的故居 裡面全部都可以進去參觀 在這裡每隔一間房間就會有工作人員看著文物 除了孫中山故居之外 以前附近的小店鋪 旁邊屋都有保留下來 大家都可以進去參觀 在這裡你會看到一些不起眼的牆 其實這些就是蠔殼牆 是食完山蠔的殼 拿來造成的牆 是明清時期一種建築的特色 在這裡隨處可見 在園區你會看到一棟非常新正的白色建築 這個就是後來新建的紀念館 一進去就看到孫中山先生 裡面的裝飾顯得非常莊重 可能是對孫中山先生的一種尊重 裡面就有很多以前的歷史文物 展品給大家參觀 來到靠海的中山 怎麼可以不吃海鮮呢 今晚我們就來到一間 叫熬口人家的餐廳吃海鮮 又指 這裡是一間出名的網紅餐廳 起初我都以為是一間裝修很精緻的餐廳 但是網絡又好一般 海鮮的選擇是非常豐富 由於是當地出產的海鮮 除了吃得出鮮味之外 我就想不到其他形容詞 這期的時間差不多 下期再見